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特别严重点评的症状 其实出现只为心悸 有点凶闷 有点憋气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就要警惕 尤其是年轻人一定要把这个当回事 一定要停下来休息 如果家里边有吸氧的设备的话 可以立即把氧气吸上 必要是一定要去医院的急诊或者是心内科去进一步的诊疗 不管是什么病毒 在恢复期的时候都要禁止剧烈的运动 最起码的在心肌炎毫发的一到三周之内 咱们尽量是以休息为主 防止出现心肌炎严重的这种不适 甚至出现猝死这方面的一个情况 恢复到这个三周以后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症状 咱们逐渐逐渐把咱们原来的习惯的这个运动恢复过来 但是逐渐加量 也经过一段的时间以后 才能恢复到完全原来的复合量